水里乡俊坑国小日前特别在上安社区内举办成果展 现场展示学生们的丰硕学习成果 不但有十多肉以及石头盆栽等等 也让许多人都赞叹不已 水泥盆栽 还有十多肉 跟原液价值 它是由大自然取出来的成分 做出来的东西 让我们更了解大自然 因为我们要多种植物才能爱护地球 这个石头它是剪大概比较偏原型的石头 再用牙克力涂上去 学校经费让我们制作的 也是我们自己当手做的 先议员肖志全指出 俊坑国小时常就会办理活动 这次特别举办成果展 不但能够让学生有舞台能够发挥 也能够展现学子们的成果 让学生充满成就感 请俊坑国小带领我们的孩子 来制造参与各项的活动 有包含植栽 还有到河床去捡食 美丽的漂亮的石头 或者做一些盆栽的活动 今天做一个成果的展示 让孩子们也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希望学校透过活动的进行 让孩子更深入社区 更了解地方的发展 医院成熟会相当肯定校方 对于学生的用心 学生们学习成果相当的丰硕 也特别利用在地食材来做结合 整个一个才艺的课程当中 都是用在地的食材 所以每个小朋友 在这个石头上的一个绘画 或者是增进说 他们自己加上去的这些 艺术的这个技巧性 都做得非常的成功 是可见说 金坑国小虽然是属于 偏山的一所小学校 但是在他们的校长 在整个教育的宗旨 还有教育的推进过程当中 并没有城乡差距 再次的感谢我们 金坑国小协校长团队 对于金坑国小 这些子弟的付出 虽然金坑国小 为在偏乡 当学生们不但有更多的 学习机会 也能够多远学习 展现的成果也非常的精彩 医院们肯定校方的用心 也期望未能够再接再厉 让学生学习更多 在学校学习不到的事情 记者邱平一 水里采访报导